在阶段变化模型当中 对我们的行为改变产生影响的心理因素 两位学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 首先一个称之为是变化过程 其次是均衡决策 另外一个重要的因素是自我效能 在该模型当中 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成分 被两位学者称之为是变化过程 而这个变化过程的提出 也集中了两位学者 对超过100种以上的心理咨询 以及心理治疗方法的总结和整合 他们认为在行为改变过程当中 对行为的影响不但存在有认知的过程 同时还存在有行为的过程 播放参加体育锻炼有助于身心健康的公益广告 以至于我提高了增加了对锻炼行为的这个接触的机会 接触多了之后 我会慢慢慢慢又开始主动去寻找 收集和了解一些参加体育锻炼 在促进身心健康过程当中究竟会发挥怎样作用的相关信息 而这一系列的意识的改变 行为的改变 我们都称之为是意识提高 在变化过程当中 与认知过程相对应的 还有一个过程我们称之为是行为过程 也就是针对锻炼行为的认识 认知的程度有了改善和提高之后 我们可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行为变化 我以其中的反条件化为例 简单给大家进行说明 之前我们累了 可能你想采用葛优糖的方式 觉得这种静止性的休息会消除你的疲劳 而当你对体育锻炼行为有了足够的认识和了解之后 你会发现即使我非常的疲惫 我去采用一种漫步或者是放松 一边听音乐一边散步的这种方式 替代葛优糖 替代静止性的休息 其实能够给我们的身体带来更加积极的影响 更加能够让你放松 并且能够帮助你消除疲劳 这就是我们借助对锻炼行为本身的了解 引发了我们采用其他更加积极的休息方式 来替代静止性休息的这样的行为变化 在阶段变化模型当中 自我效能这个概念来自于班杜拉的自我效能理论 自我效能在模型当中还是发挥着同样的作用 它只是一种情境特异性的自信心 而均衡决策则来源于另外的一个心理理论 是上世纪70年代有关于对决策过程当中 个体针对一个特定的行为要参与要实施时 它会评价实施这种行为对自身可能产生的效果 而这个效果呢有可能是收益 也有可能是弊端 比如说同样以锻炼行为为例 你参加锻炼行为 我可能会收获诸多的身心效益 但同时也会有个体认为 我挤出我有限的时间去参加体育锻炼 就会影响在同样时间段 我学习科学文化 跟同学一起休闲娱乐等等 会影响我其他的相关行为 因此个体在决策 是否要采取一种行为的过程当中 都会权衡利弊 会给我带来怎样的收益 又会对我产生的怎样的影响 上述的三个心理因素 都会对我们锻炼行为 在实际的参与的过程当中 你处在不同的阶段 产生针对性的影响 基于前期的研究结果 实践就发现 个体处在参与体育锻炼的 不同阶段时 无论是均衡决策 自我效能还是变化过程 均针对不同的阶段 发挥着不同的作用 以均衡决策为例 本图就非常清晰地展现出来了 均衡决策和锻炼行为之间 在不同阶段上 所处的不同的关系 以前预期阶段为例 处在前预期阶段的个体 更多地认为参与体育锻炼 会给自己带来不利 比如说我对他不感兴趣 他会占用我的时间 他会导致我受伤 他会影响我跟朋友共处的时间 他会占据我的课余休闲时间 等等等等 他会找出诸多的参加体育锻炼 可能给自己带来的不利 而完全认识不到参加体育锻炼 可能给他带来的收益 或者是效果 而随着个体参加体育锻炼的行为 不断的深入和变化 以处在预期阶段的个体为例 处在该阶段的个体 对于参加体育锻炼 可能给自身带来的收益和弊端之间 就已经处在一个相当均衡和平衡的 这样的一个过程了 既认识到了参加体育锻炼 可能给自己带来的收益 同时也存在着同等程度 参加体育锻炼 可能给自己带来的这个弊端 而随后的发展阶段呢 个体处在准备阶段 行动阶段和维持阶段的时候 个体就随着坚持规律性的体育锻炼 更多的认识到了参加体育锻炼 给自己带来的收益 而将参加体育锻炼 可能带来的不利 降低到了一个非常小的程度 这种剪刀型的变化 也从另外一个方面 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证据 就是锻炼 从参与到坚持 并不是一蹴而就 在这其中 我们依据不同的心理变化 还会有很多不同的阶段 而自我效能在其中发挥的作用 就相当的明显和一致 处在较低锻炼阶段的个体 如前预期阶段 预期阶段 所拥有的自我效能感 就相对降低 而随着个体坚持参加体育锻炼 乃至于最后参与规律性的体育锻炼 坚持规律性的体育锻炼之后 自我效能的水平也成 稳步的一致的直线性的上升 那我们怎样对自身所处的锻炼阶段 去进行划分呢 前期的研究者也为我们提供了不同的选择 比如说我们可以通过描述自身的状态 来初步的断定 个体究竟是处在前预期阶段 预期阶段 准备阶段 还是行动阶段 或者是维持阶段 同学们也可以考虑一下 你是处在其中的哪一个更高的阶段呢 还是相对较低的锻炼阶段 阶段变化模型提出了之后 在锻炼行为领域 在锻炼心理学领域 得到了非常非常广泛的应用 而基于此模型的研究 主要分为以下三类 分别是描述性的研究 预测性的研究 和干预性的研究 锻炼心理学领域当中 基于不同的理论模型 展开干预性研究 可以说是以阶段变化模型为开端的 它为我们真正影响个体 参与到体育锻炼当中去 提出了一些具有针对性的心理策略 基于该模型的描述性研究 预测性研究都表明 个体确实在参与体育锻炼的过程当中 存在着不同的阶段 而影响不同阶段 个体的心理因素之间也存在着不同 而这些心理因素对于预测 个体在不同阶段之间的动态变化 存在着非常好的效力 基于阶段变化模型的干预研究 主要是后期该模型 在锻炼心理学领域应用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领域 实现也证明该模型 开启了基于锻炼心理学理论模型 进行干预研究的一个非常良好的开端 以上是本章对于阶段变化模型的说明 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